老婆 你说什么东西戴上之后 男人和你们都关起来 哎呀 你讨厌 我不知道 是口罩 你想啥呢 你那手机贴毛多少钱 我发什么手机 二指 陪你打热了 你拉个合同费 以后我还来你的铁行吗 十五吗 十五 这十块钱就得了 走 十块钱 行吧 十块钱 来来来 咱俩刚才讲 钱包多少钱来的 三十啊 赶紧 来 你给我等着操机啊 好的 手机贴毛 手机贴毛啊 便宜的啊 手机贴毛便宜的啊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来 大家把手机贴毛放一下啊 我就说两点 第一 咱们公司的人 必须把心事放在工作上 不允许勾心斗角 第二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勾万里的人 往公司里带 另外我问一下 应勾宝万是不是在内务 不是 哎 手飞 不想呀 不冒险 撒那吧 找吧 这个 过去了 哎 好 这 哎呀 哎呀 手飞啊 多少钱呢 一块钱 一块钱 我 我听说 刚才他说五毛啊 我怎么就一块啊 人家走着来的 你这不跑着来的吗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用手也得给你啊 哈哈哈哈 评论站观众一下吧 哎哥 快看 哎 哈哈 哎 哎 等一会儿再去 现在去的话 做不了了人物工具 哎 啊 哈哈 哎 不对啊 一会儿去的话 来不及了 咱们现在去 女人 女人 你这是要自杀吗 是啊 反正你都要自杀了 那么这样 你便宜便宜玩一下 那么快不快点 然后你有什么医院的话 我替你玩什么呢 好吧 走走走 什么情况 美女可真漂亮 哎哥 什么情况 刚刚你和她去哪了 美女 反正你和她去哪了 你陪陪我 好不好 那好吧 太好了 哎呀 年轻的姑娘真是好 你干嘛呀这是 你知道刚才那女孩 为什么自杀呢 为啥呀 她得了艾滋病 谢谢你 还有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老公 你看我这裙子怎么样 新买的 好看吗 嗯 还行 老公 嗯 你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了 没有啊 怎么了 那你咱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你天天就跟我亲亲抱抱举高高 我好怀念那个时候啊 老婆 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 我们恋爱的感觉 什么办法 喂 老婆 老公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都半年没看着你了 老婆 难道你忘了吗 当时我们俩是异地人 怎么了 别难过了 他们说我长得像大象 别听他们放屁 你不是像野猪吗 每个站关注一下吧 我女朋友每回和我吵架 总把我关在门外 我这身份证也没带 钱也没带 实在没办法 没事 那你今天就住这儿呗 然后明天你女朋友消息了 你再回去 行 那这是太晚见了 我家就是一个窝是一张床 明晚上老是睡觉啊 行 你放行吧 实在是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没控制住 调小道 我好心收留你 你就这样 你不要别人知道啊 实在是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放心 我会负责的 我也不要你负责 主要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那实在不行 你开个叫吧 这哪是钱不钱的问题啊 主要谁能想到你这么大人 你还尿床啊 我没控制住啊 给个单关注一下吧 怎么了 老婆 我又公司开除了 没有事 老婆 你别难过 我告诉你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啊 从前呢 有一个国王带着大臣们去捣猎 遇到了一只狼 然后国王的手指头就被咬掉了 国王特别生气 过那些大臣的护驾不立 这个时候 有一个大臣说了 国王不要生气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国王听到更生气了 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手指头都被咬掉了 然后那国王就把那个大臣给关进大牢里了 几个月之后 国王又带着大臣去打猎 这个时候 遇到了食人主 这些食人主有个特别奇怪的特点 不吃残女人 然后就把那些士兵和大臣全给施了 国王没有被施 国王被放走了 这个时候国王特别开心 他就想起了那个大臣说的话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他就去大楼里面看望那些大臣 问他 你怪我吗 然后那个大臣说 我不会怪你 如果你不把我关进大楼里 这回 你也得带着我去打猎 我也会被食人主给吃的 所以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说你别难过了 老公 我昨天被开除之后心情不好 跟同志去喝酒花了五千多 哎呀 没事 不就花点钱吗 没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是我喝多了让李总睡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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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哈哈哈 没事 老公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哈哈哈 哈哈哈 七百七百 哈哈哈 什么最好的安排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啊 你帅哥 这回来跟住一下吧 张义哥 做我女朋友好吗 你做梦吧 好嘞 张义哥 做我女朋友好吗 你别做梦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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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我叫声吗 我就把这钱给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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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啊 我让你帮我晒丝腕晒了吗 晒了 那衣服件是没有啊 你晒哪了 我晒红角了 啊 干什么 抢劫 抢劫 嗯 你抢劫 对啊 你抢我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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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我 我的包 小废话 你这手要抢你啊 这是我的包 这是我的包 走 坐一会儿 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这不田哥吗 你干什么呀 我溜的 那 这个是 这我新书的女朋友 咋样 玩手游认识的 玩手游也能认识女朋友 真漂亮 有事找我 我先走了 好嘞 玩手游都能认识女朋友 天哥 干啥呢 玩游戏呢 你男女知道不 知道啊 她玩游戏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我可以 我也试一试 天哥 你这是单机游戏 是交不到女朋友的 她是公园的呢 你这哪呢 路边 行 等我吧 我马上到 我 送给我的吗 不是 谢谢你啊 不是 谢谢你 我真的送给我的 不是送你 谢谢你 快点我看着 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老公 嗯 你说有那么多漂亮的小姑娘 为什么你偏偏选中了我呢 傻瓜 婚姻那种事情不能那么肤浅 那长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啊 那身材再好 又能怎么样啊 他们也看不上我 老公 如果要是去旅游的话 你是想和我一起去呢 还是和你兄弟 都行啊 嗯 都行 咱们都行呢 那我问你 如果 我去海南 你兄弟 去西藏 你想去哪儿 我去西藏 为什么 我想看布达拉宫 那好 我再问你 如果我去西藏 你兄弟去海南 你去哪儿 我去海南 你刚才不还说要去布达拉宫吗 布达拉宫刚才不是去过了吗 老公 嗯 我问你件事呗 嗯 说话 你喜欢看女人穿裤子还是裙子 那我当然很喜欢 我根本就不喜欢看其他的女人 那你喜欢看我穿裙子还是裤子 我喜欢你在家里穿裙子 在外面穿裤子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嗯 喜欢红色 怎么了 那也就是说 你喜欢看我穿红色的裙子了 可是我又没有红色的裙子 你又喜欢看我穿红色的裙子 那怎么办啊 老公 我好难过 好愧疚啊 买 想买衣服你直属我呗 那我们这周末 就去逛逛街 好吧 行 正好我也买哪家 老公 您喜欢什么颜色 嗯 我色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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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二一 来 来 三二一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你说实话 那车哪来的 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你现在胆是越来越肥了 都把我撒谎了是不是 我没撒谎 一开始都有两个车 那我不是用哪把车踹掉了吗 你穿这个是这个 我这不还剩一个呢吗 老公 啥事这么开心呢 我跟你说啊 嗯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下水井 下水井有啥开心的啊 最重要的是 那下水井没个儿 嗯 我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得掉下去 然后吧 我给绕了去了 我再走着走着 噗噗一声 肯定是有人掉下去了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 你还可以充足你啊 那当然 哎呀 哎呀 那个哎 你不是说和你妈一起回来的吗 哈哈哈哈 对不起 我 啊 啊 啊 有个人带观众一下吧 我们分手啊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 我这次肯定改 你根本改不了 哦 以前是我太天真了 我以为你会改 专家 看到边疏 都 Brown 嗯 鼒子 恢够 你 ー 刻 ner 哥 你俩走吧 给个带观众一下吧 喂 我到了 行 那我就在这等你吧 行 不着急 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我们分手了 不要再搭理我了好吗 你不要再联系我了 我跟你说好几次了 都已经 对 我就是他男朋友 听得懂了吧 我跟你说 我俩早就好上了 我跟你说的时候 我跟你说好了 我长得比你帅多了 你知道吗 咋的 你要过来打他 你来呀 你过来呀 我还现在就在湖南湖玩呢 他穿着蓝色上衣 白色裤子 你过来吧 等你 你过来打不过来吧 我确定没有救的 对 你想的是我打的 怎么拿来打我 我确定没有救的 你过来呀 我在哪儿 我在湖南公园 我穿着衣服 你敢来 我穿黑色衣服 白裤子 白鞋子 买吧你 我确定没有救的 你一直在干什么 我感受到说我们的 薪水 我还用红枪 带阳热 那盐 我还用红枪 那天是 我还用红枪 你用红枪 你用红枪 我还用红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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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用被你 필美 喂 你下来没啊 我等于请二师姐了 你赶紧下来吧 你这不下来 我哭了都快没了 快快快快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老公 你真的要再许一个吗 是 我的决定好了 人我都许好了 谁啊 佳佳 那以后 我们三个人 就睡在这一张床上吗 这样吧 你就仿佛是白酒 家家就仿佛是红酒 以后我提前订一下 我晚上是喝红酒还是白酒 老板 请问您今天晚上 想喝白酒还是红酒 喝红酒吧 尝尝新鲜 好 那我让佳佳去准备一下 稍后让她到你房间 好 男人啊果然还是喜欢新鲜的 别生气啊 老板 老板 今天晚上您想喝白酒 还是红酒 我饿了 我让你喝红酒 喝酒 老板 还好 我让你喝酒 我让你喝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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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